修行成就的因出离心 出离心是修学一切法门的基础 如果没有它,修什么都不会成就 佛法是因果法 我们修行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取决于你发一个什么样的愿 就是造一个什么样的因 我们每天修行第一步 首先要想,到底为什么修行? 是为了贪着轮回? 还是你想从轮回当中解脱出来? 这个是本质的不同 我们念佛要想清楚 第一发心就是出离心 如果没有出离心 我们所有的修行只是为了世间的 我们只不过干了一件貌似佛法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轮回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修了很多年不受用呢? 就是这个因 如果没有出离心 人世间的财富、权势、美食、美景、眷属等 的确非常吸引人 令人难以割舍 心甘又情愿地接受百步束缚 唯有强烈的出离心 才能摆脱幻象的迷惑、束缚、欺骗和蒙蔽 才能使真实的生命觉醒 才能放弃短暂、赢得永恒、有出离心 才能出三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 才能在生死之中自在 才能不被五欲 财、色、明、食、睡、勾引 不受沉浸动摇 若没有出离心做基础 那便是恋世的心 贪浊的心 所以没有出离之念 就不能称作菩提心 人欲横流的时代 物质文明诱惑太多 所以要出离很难 因为出离心 必得离五欲 如不离五欲 则梵天、出禅诛天都胜不了 况正胜果乎 想得虎子 必得有入虎穴的勇气 由此勇气 努力欲大 信心欲强 修行才能得力 有了出离心 才会死心塌地好好用功 不贪世间所有 只以清静的佛法做依规